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本盖布瑞·温伯格和罗伦·麦肯的超级思维 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多领域学位的盖布瑞·温伯格与罗伦·麦肯发现 世界知名解决问题高手、预测家、决策者都有一种超级力量 那就是超级思维 也就是懂得借用各领域的心智模式 帮助他们克服复杂性、区分好想法与坏想法 拥有更好的思考能力 在个人和专业上做出更好的决定 如果想要成为解决问题的高手 不钻扭脚尖、突破困境、跳脱惯性思考 最好随时拥有大量的心智模式 才能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状况 因此作者系统地列出分类和解释 所有跨领域的心智模式 让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 产生灵活的想法 解决难题 做出正确决策 通过阅读本书 你将可以使自己更加睿智 什么是世俗智慧? 我们依次来看看这两个词 世俗意味着关注日常生活 而智慧意味着当事情涉及生活的整体时 拥有大局观 但事情又远不止于此 只是知道许多孤立的事实 对我们来说没有多大用处 正如美国投资家查理芒格 曾经说过的那样 如果你不能在一个理论框架中 将一些事实联系在一起 那么这些事实对你来说就没有什么用 这就是我们想要说的 世俗智慧就是把我们关于生活的知识 塞进理论模型 来解释日常问题 那么你可以在哪里找到这些模型呢? 这正是加布里埃尔、温伯格和劳伦麦肯 想要通过这本书回答的问题 他们利用经济学、物理学、哲学和许多 其他学科的知识 在书中呈现了一套心智模型 这套模型将帮助你理解世界 做出更好的决定 并将你的思维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这本书中 你将了解到 一个十四世纪的哲学家 教你如何约会 为什么避免犯错 比保持正确更重要 以及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幼儿园中 学到哪些关于互惠的知识 超级思维利用可靠的概念 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 做出更好的决定 我们每天都要做很多决定 这些决定并不都是重大的决定 但是当错误的决定 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我们可能就要面对银行账户透支 婚姻不幸 职场前途无望的危机 这意味着 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很重要 然而生命中充满了复杂的谜题 和模棱两可的答案 所以当我们在做决定时 我们常常感觉 不是在做一件理性的事 而像在黑暗中挥出了一刀 肯定还有更好的办法吧 好吧 超级思维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 它依赖于经过验证的认知蓝图 来帮助人们理解混乱的状态 让我们来看看它具体是什么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心智模型 也允许从业者创建问题的心理图像 这些心理图像不是一次性的快照 而是可以反复应用的技术 就是所谓的模型 换句话说 心智模型是用来解释世界的循环的概念 大多数心智模型都是非常精炼的 只有专家才会使用 但也有一些心智模型 它们的适用范围很广泛 这些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日常生活 比如临界质量 物理学家用它来描述 产生触发核链式反应的临界状态 所需的最小核质量 但在其他情况下 比如在技术变革中 它也是一个方便的模型 传真机是人们在19世纪40年代 发明出来的 但在沉浸了一个多世纪之后 这种机器才问世 为什么呢 制造传真机的成本 意味着只有少数富人 和富裕的企业 能够负担得起这项技术的开支 这影响了传真机的感知价值 即使你买了一台传真机 你也无法与任何你认识的人交流 后来随着成本的降低 越来越多的人购买了传真机 于是人们能够通过传真机 连接到更多的人 我们用数字来表示 两台设备可以拥有一个连接 五台设备可以拥有十个连接 十二台设备就可以拥有66个连接 到了20世纪70年代 传真机已经达到了临界数量 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机器 使网络本身变得有用起来 如果你拥有自己的传真机 那么你很有可能可以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产生联系 当代企业已经利用这一点大赚了一笔 例如 临界质量是优步和来福车等拼车服务公司可以计算 在人们开始依赖他们的服务之前 他们需要在城市里拥有多少司机 这并不是唯一你可以用来解决复杂问题的超级模型 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许多可以帮助你提高认知能力的解禁 避免不必要的错误 从基本原则出发 可以帮助你减少犯错的次数 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了我们对它的看法 这句话来自19世纪的德国数学家卡尔雅科比 它的座右名是什么呢 逆转不断逆转 这意味着当你从相反或逆转的角度来处理问题时 问题通常会更容易被解决 比如说投资者通常认为他们的目标是赚钱 但雅科比会说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避免赔钱 这也是用于做决策的过程 常识告诉我们 做出更好的决定 就是要做出更多正确的决定 而逆转告诉我们 做出最好的决定 实际上意味着减少错误发生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要避免网球运动员所说的非被迫性失误 也就是那些因为你自己的马虎而不是对手的机制而造成的失误 想象一下发球不过往的情况 你就能明白了 要想避免非被迫性失误 你就需要注意你的推理方式 你可以使用所谓的从基本原则开始论证 也就是自下而上进行思考 从你确信是否正确的假设开始 汽车和能源公司特斯拉的创始人 埃隆·马斯克 将其定义为 把事情归结为基本事实 然后从那里开始 例如 当马克思为他的自动驾驶汽车寻找电池组时 他被告知 他永远不会得到低于每千瓦时600美元 约合人民币3820元的价格 他不相信 基本事实原理让他推出了两个问题 制造电池组需要什么 这些材料在股市上的价格是多少 答案是 骨 镍 铝 碳 聚合物和一个密封罐 这样一来 每一个电池组的成本 相当于每千瓦时80美元 约合人民币510元 马斯克意识到 解决办法是直接购买材料 自己生产电池 结果呢 他做出了比预想中更便宜的电池 你还可以将自向而上的推理 应用到日常决策中 假设你需要找工作 很多人会花很多精力 去申请许多不同的职位 然后在第一个机会来临时 就抓住机会入职 基本事实原理 使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同的方法 在发送你的简历之前 请先坐下来 检视你的价值观 独立地位和金钱 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吗 然后 画出你的红线 比如说 你能接受多长时间的通勤 或者你愿意接受的最低级别的职位是什么 最后 检视现有的职位 这就是一种逆转 你不是在问你可以得到哪份工作 而是在问哪些工作适合你 奥卡姆的剃刀 也许能帮你打开爱情之门 我刚刚已经看到 坚实的推理 是建立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之上的 但你怎么知道 这些事实是正确的呢 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 例如公元二世纪的罗马天文学家 托勒密就认为 用最简单的假设 来解释现象 是一个很好的原则 在1200年后 英国哲学家 奥卡姆的威廉 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当面对同样可信 且相互矛盾的假设时 越简单的假设 就越有可能是正确的 就叫它奥卡姆剃刀原理吧 这个原理可以帮助你 去除那些不必要的复杂解释 换句话说 当你听到马蹄声时 你会想到马 而不是斑马 这个模型很有用 比如约会 约会应用程序和网站的兴起 使得以高度特定的条件 筛选潜在伴侣这件事 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 稍微夸张一点说 你甚至可以寻找 喜欢高温瑜伽 和复盆子冰淇淋的 蓝眼睛的巴西人 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组合 但它确实限制了 你对约会对象的选择范围 奥卡姆剃刀理论认为 这就将事情复杂化了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我们都知道 即使一个人喜欢巧克力 胜过复盆子 眼睛是棕色的 而不是蓝色的 它还是有可能和你相处得很好 此外 如果对方不够风趣 或者缺乏吸引力 那么你们的关系 也不太可能有发展 即使不喜欢高温瑜伽 这一点让你无法接受 你也可以在以后的日子里 让他慢慢喜欢上高温瑜伽 这是很有意义的 在刚开始的时候 你要坚持最基本的原则 这也是一个克服常见的逻辑陷阱的好方法 1983年 心理学家安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 进行了一项直到今天都很著名的实验 在实验中 参与者需要考虑一下问题 林达31岁单身 丹直聪明 她在大学里学习哲学 并参加过示威活动 那么林达更可能是一名银行出纳 还是一名活跃于女权运动中的银行出纳 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 这是何取谬误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总是小于或等于一个事件单独发生的概率 记住 不是所有的银行出纳 都是女权主义者 回到约会这件事 你更有可能找到一个有趣的伴侣 还是更有可能找到一个有趣的和你有着相同的文化喜好 甚至和你喜欢吃同一种口味的冰淇淋的人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那么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简化假设是值得的 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是很困难的事 但是无知的面纱 可以帮助你做出更公平的决定 弄清楚别人的动机是件棘手的事 尤其当我们跟对方还不熟悉的时候 结果会怎样呢 我们会得出不公平的结论 比如说 如果有一位同事给你发送了一封简短的邮件 只有一行字 你可能会认为他对你不够尊重 而不会想他可能只是在赶时间 心理学家称这是一种基本功能 归因错误 当我们解释自己的行为时 我们会通过观察自己的动机和外部环境来解释 但当我们解释他人的行为时 我们倾向于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其基本特征 比方说如果你闯红灯 那是因为你需要去医院 如果闯红灯的是另一个司机 那是因为他天生鲁莽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最好重新思考你的假设 这就是奥卡姆剃刀原理的用武之地 这个原理表明你永远不应该把可以用粗心来解释的事情 归咎于他人的恶意 你的邻居正在大声播放音乐 他是故意要打扰你吗 不太可能 他可能只是忘了墙壁有多薄 如果你想更加客观地思考 走得更远 你可以用无知的面纱这个模型 这是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 在他1971年的著作《正义论》中提出的一个模型 这是一个怎样的模型呢 人的出生就像买彩票一样 全凭运气 有些人运气好 一出生就拥有大量的资源和机会 有些人运气不好 出生时手上空空如也 这也并不妨碍人们相信 人们自己的特权和他人的劣势 都是各自应得的 罗尔斯认为 这扭曲了我们对公平的理解 想象一下 如果你必须设计一个公平的社会 而且你并不知道 自己会在你设计的社会中 拥有怎样的命运 那么你会怎样设计呢 罗尔斯总结道 如果你不能确定自己生来就是奴隶 还是自由人 你就会认为奴隶制本身是不公平的 换句话说 你会考虑到 每个受你的决定影响的人的感受和利益 而不仅仅是你自己 这也是一个适用于你自己的决策模型 假设你是一家公司的管理者 该公司一直以来允许员工远程办公 但现在正在考虑废除这项政策 如你所见公司这样做有很多恰当的理由 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置于五支的面纱后面 想象自己可能是公司的任何一个人 你还会废除这项政策吗 如果你是一名员工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 你会怎么做 即使你最终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你也应该试试这个决策模型 因为它会帮助你站在一个新的角度 欣赏别人的观点和它们带来的挑战 如果你不想被时代抛弃 你就需要更有适应能力 胡椒鹅是一种夜间活动的物种 生长于温带气候带 在英国各地非常常见 在工业革命之前 英格兰西北部的胡椒鹅大多是浅色的 这有助于它们在浅色树皮上伪装自己 但在1811年到1895年间 黑色胡椒鹅的比例从0.01%上升到了98% 发生了什么呢 这是达尔文逝者生存理论的一个经典例子 煤矿的污染给树木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煤烟 浅色的鹅子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猎物 而深色的鹅子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 茁壮成长 正如美国科学家利昂·梅金森所指出的 人们有时会把适者生存 与力量、智力或优越的基因相混淆 事实上关键的是适应性 也就是生物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这就是黑色胡椒鹅的故事告诉我们的事 社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进 如果你想在你所处的社会环境中 茁壮成长 你也需要有很强的适应性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一个很好的方法是采用实验思维模式 这是一个进行科学观察 提出假设 验证假设 分析数据 形成新的理论的循环 那些获得成功的人和组织 采用的都是这种思维模式 他们一直在寻找新的工具 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幸福感和身体素质 以你的健康为例 大量数据表明 这样或那样的饮食 对你的身体有益 你应该选择纯素食 还是旧食器时代饮食呢 还是说最好断食 找到答案的唯一方法 就是做实验 这不是简单的 随机尝试不同的饮食方法 这意味着 你需要采用一种 严格的反复试验的方法 逐一尝试不同的饮食方法 然后分析其结果 找出最适合你的那种 你的智力饮食也是如此 如果你不尝试新的想法 那么你可能会被旧的 过时的想法所困 毕竟人们的观念总是在改变的 你可能曾被教导说 恐龙灭绝是受到了一颗小行星的影响 霸王龙是一种皮肤光滑的爬行动物 而现在 很多专家认为 这个理论已经过时了 大多数古生物学家认为 霸王龙身上覆盖着羽毛 如果你依然坚持那些旧的想法 那么 它们最终会像那些 粘在乌黑的树上的浅色额子一样 过时 倒听途说的证据 和认为相关性 及暗示因果关系的谬论 扭曲了我们对统计数据的理解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数据驱动的世界 数据曾经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专利 而现如今 我们对从气候变化 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理解 都离不开数据的影响 你甚至会使用应用程序 来统计你的日常运动量和睡眠时间 这很好 对吧 对 但也不对 正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说 世界上有谎言 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 换句话说 数据很容易对人产生误导 为什么说 避免统计失误 这件事如此重要呢 这就是答案 毕竟 无论在营养学领域 还是在政府政策方面 到处都有人声称 他们的说法 有数据支持 即使他们没有故意误导你 他们所列举的证据 也很有可能被误解 或者夸大了 导致错误的最常见的原因 是依赖意识证据 这类证据 基本上是由道听途说 和个人经验产生的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相信这些不完整的证据 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你看到 有人在吃了某些浆果后生病了 你只需要避开这种浆果 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进行一个 经过严格控制的 吃浆果实验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 这些不完整的证据 会使人感到困惑 想想人们讲的那些故事吧 比如说 爷爷每天抽一包烟 活到了90岁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例 我们无法把这种视力 迁移到对一般经历的 理解当中去 这有点像去餐馆吃饭 你更有可能告诉朋友 你吃的饭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而不仅仅是 不好不坏 吸烟不一定 必然导致肺癌 但这并不意味着 它不会显著增加 吸烟者患肺癌的平均风险 还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 相关性意味着因果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两件事连续发生 那么必然是其中一件事 导致了另一件事的发生 你可以在每年 人们接种流感疫苗的时候 看到人们是如何演绎这个谬论的 不可避免的 有些人会同时患上感冒 而人们会误以为那是流感 并将其贵咎于 他们刚刚注射的疫苗 在上面这个事例中 缺少了一个混杂因素 一个通常不太明显 但是正确的解释 也就是说 人们通常是在容易患病的时节 去接种疫苗的 注射流感疫苗 并不能预防普通的感冒 结果 人们误以为 普通的感冒是流感 并且认为 疫苗不但不能防病 反而会致病 这就是数据存在的问题 它帮助我们理解世界 但有时 它也导致我们误解世界 混淆社会规范 和市场规范 会破坏互惠关系 让我们来面对现实吧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冲突 在经济学中 这些冲突情境 有时被描述为 社交游戏 在社交游戏中 玩家们 以利己的方式 互相竞争 大多数传统游戏 都是零和游戏 如果你赢了 我就输了 然而 现实生活 可不像国际象棋那样 黑白分明 有时候 每个人都能赢 美国心理学家 罗伯特·切尔迪尼 曾在1984年出版的 影响一书中 讨论了小费问题 我们以这一问题为例 研究发现 那些会送给顾客 小礼物的服务员 会收获更多小费 饭后送顾客一颗 不和糖 能使他获得 比一般情况下 多3%的小费 两颗不和糖 能让这个比例 上升到14% 而两颗不和糖 再加上一句 亲爱的朋友 再来一颗不和糖 就能让这个比例 上升到23% 这是一个很好的 互惠的例子 也就是人们会在 获益之后 回报对方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 文化概念 罗马人称之为 交换条件 或 以物换物 如今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 投桃报李 互惠是一种公认的 不成文的社会规范 但是显然 我们的行为 并不总能互利互惠 有时候 遵从市场规范更合适 当你从市场视角 看待某件事时 你会从个人兴趣的角度 来考虑它 比如 这份400块钱的保姆工作 值得我花时间去做吗 而从社会视角 看待同一件事 你会询问 自己这样做 是否正确 比如 我应该帮我的朋友 照顾他的孩子 四个小时吗 这些都是有价值的观点 然而 当当事人感到困惑时 事情就变得 混乱起来了 经济学家 丹艾瑞里 在2008年出版的 可预测的非领性一书中 引用了一所 以色列幼儿园的例子 在该例子中 家长接孩子 经常迟到 于是 学校决定向迟到者 收取罚款 但是 这一政策 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家长们迟到的次数 更多了 这是为什么呢 在学校收取罚款之前 迟到的人 会因为感到内疚 而努力 更加守时 但是 市场规范的引入 削弱了他们的 愧疚感 他们不再感觉 自己好像欠了 幼儿园老师什么 毕竟他们为此付钱了 所以没有理由感到愧疚 有趣的是 当幼儿园取消罚款 这一举措施 家长们也并没有恢复 他们以前的行为 这个实验破坏了两种规范 这表明 在实际情况中 应用正确的模型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正如以色列幼儿园的例子 所显示的那样 人们应该从一开始 即以正确的方式 构建事物和思考事物 超级思维 利用可靠的概念模型 来改进你的决策过程 帮助你避免常见的逻辑陷阱 这些超级模型 是从物理学 经济学和哲学等 多种学科中收集来的 他们在复杂事件中 找到了突破口 解决了最棘手的谜题 无论你是用 奥卡姆剃刀原理 来选择潜在的伴侣 还是用临界质量 来了解一个新兴的市场 还是用无知的面纱原理 来舍身处地的 为别人考虑 这些超适应性的工具 都能提升你在 认知游戏中的表现 作者还在书中提出了一些建议 比如 列一个支持和反对的数字清单 来衡量你的决定 当你需要做一个比较大的决定时 最简单的方法是 列出所有支持这一决定 和反对这一决定的论据 你可能会给不同的论据 赋予不同的价值 这就是支持和反对的 数字清单的由来 通过这个清单 你可以对每个论据进行评估 评分范围在-10分到10分之间 这可以让你了解 每个论据的相对价值 比如 你得到了一份工作 但是 接受这份工作的代价 是你需要搬到一个新的城市 那么 对你而言 什么具有更高的分值呢 是工作的地点 还是更高的薪水呢 这个方法 虽然听起来很简单 但它是一个强大的思维模型 可以帮助你在冒险之前 进行系统的成本效益分析 好了 盖布瑞·温伯格和罗伦·麦肯的超级思维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继续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